不知道是不是我掌聲的政治文章 還有各位長輩不好意思 就是所謂的閃手示範就是 就我們發布的一些散招講講 然後有什麼各位的地方請大家 然後這樣大概跟去年講的差不多 就是唐龙泉開門基本上講勾樓採瓜 那我們具體的操作從過手開始 那基本上從推進 過手我們先來示範 例如說這是師弟一龍 他做攻擊 你直接過手做攻擊 你就做攻擊 那你就繼續做 對 對 那你就繼續做 那這是一種搶針先的練習 你就繼續做一直做 對 那我不攻 那我不攻 對 可是我會盡量把對方的中心控制 對 那剛剛講勾樓採瓜 會在這裡很明確的出現 從這裡他攻擊過來一接手 啪啪啪 勾手就出現 在這裡勾一勾二 對方控制住 勾三勾四勾五 對方就控制掉了 看 那有沒有看見 一二三四五 都是在唐狼拳的勾手 那主動的上手勾一勾 就處理掉了 勾三 勾四 勾五 打 那一瞬間就處理掉了 看 那這個是勾的部分 對不起喔 有撞到 對 那搂的部分是 在於他來比較比 我手就先上 那先進手上 那在床上拳 這裡就是小盤承 勾手 插槌 或是勾手大指承進去 那因為我自己身材比較小 那我在做的時候可能會變 勾手在這邊 我這裡一序 序力 這裡坐大一點 序力 序力 我這裡整支就會打進去 就直接一箭一箭 就會在那邊 序 就直接在這裡把他打掉 對 那就會變成說 一二 要不然 停 這裡就堂上 這裡就堂上 那這個是在於我的部分 那踩最簡單 踩就是剛剛 踩收轉央 踩收轉央 踩收 對不起 踩收轉央 踩一 踩二 那這個就跟剛剛師傅做錯槌 撲面掌在這 那如果發現對方提琴很重的時候 打不進去的時候 這裡帶挖 就這裡可以打進去 在這裡 一二三 可是這樣子 不一定那麼力強 然後對方攻擊來的時候 接一接 一瞬間可能就變這裡 那這個慢動作很簡單 接上 接上 這時候同時進去 然後重點就是一個正 就是說我們如果腳先勾 會發現對方勾不動 手先拉 手也會發現不容易拉到對方 所以關鍵你看這邊拉不動 帶不動 那所以關鍵是一個正 在這邊去 去一 去二 一起 那久而久之練習習慣 上 一 二 對不起 不算連痛就出去了 那或者是說 也可以打成後面檔 那我還是強調說 因為我小 我愛 然後我沒自信 所以我會打得比較短一點 那這邊一 這裡短的時候 這裡連接上 這裡連接上 那邊 去一 這裡打去二 這裡一 這裡就啪 這支直接進去 那進去後 直接把它帶到一個 然後 這是踩的部分 然後掛 掛 掛手 他基本上 他就是剛剛 師兄姐做的這個手指 掛 衰落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 手指 上一二 那剛剛套路 是不是在這邊這樣 可是在做的時候 他在這裡 他這裡就直接打掉 對 那如果客氣一點就不要握拳 成一個掌心 在這裡開 這裡下 就變成說 假設說 這裡是他的頭領 從這裡整個人 掛下來 然後一抱走 有的北派這邊叫我們抱頭 一掛開了 從這裡 加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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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就這裡 然後我是直接 一 甩一 甩二 甩三 就這裡 就打掉 那這支 大概是在 勾勞踩掛的部分 然後剛剛 嗯 有個挖槌 那在這邊挖 通常對手還是會繼續出手 那繼續出手的時候這裡接到插步 反向 後呢 那時候又帶回來 一瞬間 那這裡就很好玩 這裡 撲一接二 到插步 一 二 三 四 在那邊 一 二 三 那看起來好像在做提操 他用起來也是提操 接一 二 三 這裡可以直接接下 那記住要勾脖子的時候就是 從脈門扣進去 或是整個手下去 就從齒骨側直接切回來 然後我們瞬間的控制被放 那 還有什麼要做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然後或者是說 像剛剛那樣 鋪面掌上 我們從小七一手的燈打開 這裡帶打黑無頭心 帶打黑無頭心 同時直接接到這裡 哈 這裡上 這裡再接 哈 一瞬間就出去 大概是做這些東西 然後 因為我們 巴布堂常常從過手來做 所以在任何角度下 我們必須去體會一件事 例如說在這裡 那他怎麼去巴黎 或者去打 對 那雙方或什麼 對 那就從一開始期待說 是這樣 進去了之後 那到後來可能一些 他這裡直直就進去了 就一起 他就掃了後面街道在 幫助群人的工作 對 那他在這邊 可能一坐 他直接就進去 就跳 就可能會有這個效果 然後第二個是說 欸你坐那個 接 那盡量 就是康康拳他講 就一個連銷帶打 結果他那邊 他力量一進來的時候 他整個人已經偏斜掉了 我們在這邊 再做一個回擊 或者是說 欸他沒偏 我自己先走掉 我自己先走掉 去形成一個回擊 那這個在衍生到比較 中長距離的時候 手來 他剛剛那個掛手就出現 他掛手一出現 就出去了 一接 啊 手先掛手 掛手 掛手 掛 掛 掛 然後我就說他一勾 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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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